在3月23日 校良点在福清会馆 起见尊圣佛母圆满总节坛的大法会 阿弥陀佛大家好 我是李季千 我是连岳 很欢迎一起跟大家见面 我来到新加坡主持清明节的 佛顶尊圣佛母的大法会 尊圣佛母的法会在清明节转动 已经是很多年很多年了 佛顶尊圣佛母 它有个非常伟大的咒语 就是佛顶尊圣陀罗尼咒 它是源自于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 佛顶尊圣佛母跟佛顶尊圣陀罗尼经 会来到中土的姻缘 是一位出家众佛陀玻璃 千里迢迢从印度跋山涉水 来到中土五台山去 见见文殊师利菩萨 看到了一位老者 他说要见文殊师利菩萨 他说你这次见不到文殊师利菩萨 你要回到印度去取本 佛顶尊圣陀罗尼经 来到中土才能够见到文殊师利菩萨 佛法大海为信能入 他就真的走回印度 再取回佛顶尊圣陀罗尼经 再走回中国 终于见到了文殊师利菩萨 送佛顶尊圣陀罗尼经的时候 我们有一句非常美好的记 所以是那一位长者把尊圣咒带到给我们中土 让我们这些所谓的汉人华人才有机会认识 我们每天念佛顶尊圣陀罗尼经 从经中的种种尊圣陀罗尼奏不可思议的力量 深深的感动 经里面提到一个人 乃至于无形的灵界众生 听闻佛顶尊圣陀罗尼奏 入一耳住于心永远一持不忘 一世又一世 直到我们不管在天界在佛土 先世以来一切的罪业细得消除 这个来临的佛顶尊圣法会 为我的祖先报名 也能够洗涤我祖先的累世业障吗 当然这个咒就是一个能量 咒的魔力 为什么它有魔力呢 每一句咒语都有本尊愿力跟能量交汇的光明 当我们持咒的时候 这个本尊的能量 它的试愿力不断的产生一个非常光明的能量 常在加持 明 阳 两度 利益我活着的人 也利益我的祖先 是的 佛顶尊圣佛墓 它也是藏传佛教里面的长寿三尊 尊圣佛墓 长寿佛 白度墓 这三尊称之为长寿三尊 当我们持了祂的咒 修了祂的法 祂能够除极严寿 我们身上的疾病 灵性上的缠身恶极 这些都可以进化的 在我们背后的这一尊很庄严的精神 就是上师提到的佛顶尊顺佛墓 它有三个面 八只手臂 第一个面就是佛墓的白色的寂静之像 所有任何的佛都安住在法界的三摩地 以祂的寺院化为无量的光明 不断的救度众生 而它的右面是黄色的 观世音菩萨欢喜慈悲之像 观世音菩萨是千处祈求千处现 它的慈悲度众的一个欢喜 是观世音菩萨内心很深刻的寺院 左面显现的是金刚手菩萨的大力威猛之像 专门度顽强众生 对的 没错 尊圣佛墓 每一面都各有第三页 八只手臂各有不同的法器 左右手第一只手 一手拿着十字金刚锁 一手拿着金刚锁 表示它的威猛 智慧与慈悲的菩提心 右边因为是观世音菩萨的化现 所以它第二只手托着 无量寿佛 阿弥陀佛 第三只手持剑 因为它两只手是一弓一剑 第四只手是愚愿印 四比众生一切的祈求都满愿 左边因为是金刚手菩萨 它第二只手显现的是十五位印 一切大力无畏 第三只手持弓 第四只手托着长寿甘露宝瓶 不管是它的手中的法器 还是它的长寿甘露宝瓶 都是由法能够去做一切 非常重要的观修跟加持 可以提供我们大家来跟佛母来祈愿 上师有很多很多颜色的棋子 不同的五色线 请问这些是什么呀 五色棋上面所有圆圈的曼陀罗奏轮 就是佛顶尊圣陀尼奏的奏轮曼陀罗 这样子挂在天花板上是有什么作用 这个是尊圣法会一个很特别的坦诚的布置 每一条五色线都是从佛菩萨的手中 一一的传递出来 具有佛菩萨的加持力 到整个尊圣奏起 每一个五色线都会垂下来 我们在持咒的时候就持住五色线 等于来自于佛菩萨的能量 来自于尊圣奏起的一切的光明 到行者的手中 行者持着这一股能量在持咒 从根本上师再到佛菩萨 再到我们加持能量 为什么密教特别注重根本上师 这样的一个人物呢 密教的根本上师代表着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菩萨深口意的功德 它不是一句口号 它是真实的 显教跟密教的修法是不一样的 在显教我们一切的经论为主 依法不依人 在密教的修法里面 依法又依人 这个法就是佛丑传下的宝贵的经兆 这个人就是我们的根本上师 密教很多的圣身的修法 他的口诀心药都是根本上师 口传心授给我们的 显教也有大礼拜 我们在修法也有大礼拜 但是我们的根本上师 联身活佛 他教导我们 大礼拜是降服我们的傲慢 让我们谦卑 心的口诀 第二个法的口诀 大礼拜是自身虚空 普理虚空 我们一拜师佛 及十方一切诸佛 我们在密教里面是观想 整个虚空中都是佛菩萨 自己顶礼佛菩萨的时候 或者是很谦卑的把自己化为无数无量的自己 再顶礼着无数无量的诸佛 这些观修的口诀 如果没有根本上师来教我们 我们永远也没有办法去理解 说法不得真 不说就让你想三年 密教很多的法是我们内政之法 从我们佛法的经典的智慧 进入到我们的身心灵中 成为我们实修而内政的法 要修这个法 所有一切的口诀心药都来自于根本上师 连生活佛教导我们无数无数的本尊的修法 真正的法王作家 一辈子五十几年写了三百本文集 我想是前无古人吧 那这个文集里面很多很多的修法的心药 很多很多佛法的智慧 完全没有任何保留的传授给我们 他只是希望他这一生 他所实证的佛法 实证的密法 大家都能够跟他一样 得到这么样真实的成就 很多很多的本尊跟金刚明王的法 这些法如果没有透过根本上师 所传的一些口诀心药 我们也没有办法明白修法的义力 密教的根本上师 代表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菩萨的功德就在这里 相信根本上师 也是训练我们放下自身的傲慢 原因就在此 研读了联生活佛文集 密教根本十四大界 及世诗法五十颂 你决定皈依联生活佛 学习真佛秘法修行 法会当天 上师会带根本上师赐皈依灌顶 欢迎报名 来到雷藏寺顶楼这里 看到这白色很庄严的佛塔 这个佛塔是尊圣佛塔 我们的祖尊就是尊圣佛墓 所有的佛塔 它的外观形象可能不一样 但是它都有它的内在的精神特质 因为我们第一个有本尊 每一座佛塔 它不同的本尊 就象征着不同本尊的佛塔 第二个 这佛塔里面都有可能是经书啦 圣物啦等等的庄杖 这个佛塔其实在精神意义上 是代表本尊的身口意 我们在佛顶尊圣图仁经里面提到 我们不管在任何地方立尊圣佛塔 有佛塔所在的地方都能够消除一切地、水、火、风、空的 所有一切的灾难 我们在台湾也都建了很多座的尊圣佛塔 希望佛母的加持力 佛塔的光明力能够守护一方 在佛顶尊圣图仁经里面提到 绕礼佛塔是顺时针在绕佛塔嘛 在绕礼佛塔的时候 你看在我们室外有阳光嘛 它说这个佛塔的银子照耀到我们身上 就能够消除我们很多很多的业障 通常我们会在佛塔绑五色旗 在尊圣经里面也提到 不管佛塔还是五色旗 这个风一吹灰尘飘到我们身上 也是消除我们业障非常大的加持力 这种佛塔如果我没有记错 是我们的根本上是联生活佛 2008年来到新加坡的时候 亲自开光的 是的 是的 没错 希望大家有时间也可以来绕礼佛塔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顺时针来绕佛 第二个我们抱着很虔诚的心 很专注观想本尊光明的加持 我们一步一脚印 绕礼着佛塔这个珍贵的曼陀罗 来临的清明 雷藏寺新加坡邀您来这里 做了什么活动 我们持送了五天的佛顶尊圣图仇 为这个大法会提前不断的做回向 在3月23日效良点 在福清会馆起见尊圣服务 圆满总结坛的大法会 也是为我们清明超度 做一场非常盛大法会 所有人都是免费入场吗 当然的 随意供养 需要报名超度 祈福 敬爱 争议 祥福 都能够到雷藏寺新加坡 又或者福清会馆那里报名 谢谢上师 好 谢谢吉千世界 谢谢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Alan B Road就是福清会馆 法会场所的所在地 路的交叉口这里 对面你就能够看到 Jalan Versad Stadium 而Jalan Versad Stadium的 在对面你就能够看到福清大厦 也既是新加坡福清会馆 场所所在地了 我相信最靠近的地铁站 应该就是Le Vendant MRT 往那里走过来 就能够来到福清会馆 我是李吉千 我祝大家日吉祥 夜吉祥 一日六十很吉祥 させてね